他被称为双面间谍 在暗探云集的上海 帮助共产党人打入中统内部 他左右逢源打听各路信息 凭借强大的关系网屡见其功 却显为人知 这位国民党的特务 为何要帮助共产党 他在铲除白鑫 黄帝红等叛徒的行动中 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红色特工秘荡 杨登颖正在播出 1927年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是一个充满坎坷的年头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共产党遭到过去的盟友 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两次反革命政变 迫使中共中央彻底转入地下 11月 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 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为了确保身处 虎学龙潭之中的中共中央机关能够生存下来 一个特殊的警卫部门成立了 周恩来亲自主持设计 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 建立了中央特科 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 保卫中共中央的千金重担 就压在了中央特科的肩上 中央特科最早下设三个科 一科是总部科 开始叫总部 主要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 科长是红阳申 二科是情报科 负责征获情报 科长是陈根 像钱壮飞米克龙都是情报科的 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 俗称打狗队 主要任务是惩败 判逆间 后来又遵涉了一个科 就是四科 交通科 科长是李强 负责与共产国际 以及各苏区保持联系 此时国民党也加紧了 特务工作的脚步 1928年初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强劫师指令机要秘书陈立夫 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这个调查科 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 中统的前身 这些匆匆出入中央党部大楼的人们 很少有人注意到 大楼西南角二楼的两间 并不起眼的办公室 人们没有想到 后来国民党最大的 两个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 最初就是从这两间 无人问津的办公室中发端的 中共中央特克的一个最凶恶的对手 就这样悄然成立了 为了在上海建立可靠而高效的下属机构 陈立夫任命亲信 杨建宏围住上海的特派员 面对刚刚成立只有二十几人的特派机构 杨建宏开始绞尽脑汁 招兵买马 于是一个在上海十分多的专的人物 进入了他的事业 此人就是他的同乡 杨登颖 杨登颖原名豹军府 出生于广东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919年回国 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 担任高级职员 1925年 杨登颖揭示了当时洋务工会的负责人 杨建宏 两人不但是同乡 而且同为国民党党员 渐渐成了朋友 因为杨登颖从长期在日本生活求学 所以讲的一口流利的日语 知识呢 也比较丰富 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分析很让人佩服 1924年他加入了国民党 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很熟悉 再加上人长得又是风流提挡 所以他的交集面很广 在杨建宏的引荐下 杨登颖表示 愿意为陈立夫和张道帆的党务调查科效劳 然而 这位不满蒋介石 因参加趋向运动 而被捕入狱的国民党左派 对自己未来的间谍生涯 似乎有着另一番谋划 1928年初春的一天 杨登颖如约走进了外滩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 他甚至自己即将面对的是共产党的要人 起初不免有些紧张 然而 烛光灯影间 对方镇定自若 言语幽默 过一会儿 二人便相谈甚欢 来人 化名忘庸 真实身份 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 陈庚 国民党的特务 怎么就跟共产党的特工领袖 秘密接头了呢 杨登颖一向对共产党是同情态度 毕竟还有一个朋友是共产党员 这个朋友就是陈养山 陈养山从今跟着杨登颖学习日语 可以说是杨登颖的学生 两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 他理想逐渐就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 1928年初 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 来到上海 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颖家中 杨登颖生性豪爽讲义气 他自然知道陈养山是共产党员 但从不过问他的行踪 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里的事情 他甚至瞒着同乡杨建红 陈养山感到杨登颖有正义感 态度真诚 便向陈公提议策反杨登颖 杨登颖恳切地表示 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任务 暗中帮助共产党 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 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中央特科还经常送来一些 秘密性不大的文件 配合他的反共工作 刚毅出山的杨登颖 竟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 很快就是陈立夫等人 打消了对他的戒备心理 杨登颖因因着特科的支持 和自己出色的能力 逐渐与国民党上海党部 市政府 松户 警备司令部建立了很好的联系 和调查科内部的几位大员 也是称兄道弟 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 刚刚建立 就已经被中央特科渗透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1928年4月15日晚 在中央特科总部的街头地 在法国邹界的一栋 西式洋房的山洞里 周恩来紧急将 陈根 弘扬生等特科的核心任务 召集在一起 非常严肃地通报了一个 十分不幸的消息 说罗伊隆同志 与今天上午实时 被英国巡谱房逮捕 罗伊隆 湖南乡谈人 1927年 罗伊隆和周恩来 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 并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 就在被捕前四个月 也就是1928年的元旦 他才刚刚与战友李哲时 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婚礼 当时的上海租界是国中之国 国民党当局的警察 宪兵和特务 不能随便出入攻赶 想要在租界搜捕任何人 必须要先通过租界当局 请巡谱房协助 再通过巡谱房 将被逮捕者引渡 而杨灯宁打听到的消息 却令他大吃一击 此次抓捕罗伊隆 竟然连宗户警备司令部 都不知道 而是英租界巡谱房 主动出击 到底是什么人 越过了国民党当局 迫不及待地 直接向英租界当局 举报了罗伊隆呢 杨灯宁恨不得 直奔巡谱房探个究竟 但转念一想 直接与英租界巡谱房 接洽 师处无名 只好先给身在南京的 陈立夫发去电报 告诉他们罗伊隆被捕的事 并请示下一步行动 陈立夫当即回电 指示杨灯宁 尽快与英租界巡谱房 妥善办理引渡手续 并称自己不日 将赶往上海出力善后 有了陈立夫的指示 杨灯宁马不停蹄 赶到了英租界巡谱房 与探长蓝普逊 商量引渡的事 杨灯宁和南普逊 两人关系很好 很快南普逊就答应 在4月20日引渡读一诺 但是无论杨灯宁 如何旁敲侧击 南普逊始终就不肯吐露 谁是告密者 并且向杨灯宁提出了 两个条件 一呢 就是给他本人的好处费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要提供 5万元美金 和两本到德国的护照 那么这第二个条件呢 显然是告密者提出的要求 杨灯宁回来之后 出门跟马路上站岗的巡谱 打过招呼 而罗伊能同志被捕之后 何嘉信夫妇仍然安然无事 所以何嘉信夫妇 两个人的嫌疑非常大 陈根顾顺章等人一致认为 何嘉信赫之华夫妇就是叛徒 但周恩来表示 此事关系到两名同志的政治生命 没有确凿证据 就不能妄下结论 周恩来建议 先把二人转移到亚洲旅馆 名义上是保护他们 实则要监视起来 同时着手计划三天后 在引渡途中 武装营救罗伊能 第二天情况突变 杨灯宁通知陈根 陈根顾顾当天清晨 自南京抵达上海 蒋介石也非常重视 罗伊能备捕一案 要不是因为正在山东前线都军 蒋介石还会亲自赶到上海 处理罗伊能一案 另外陈介石与松户警备司令前大军都认为 夜长梦多 警方有变 决定尽快引渡罗伊能 据杨灯宁估计 引渡时间绝对不会超过第二天中午 在松户警备司令部的审讯室 罗伊能除了自己已经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 一句话也没有多讲 两天以后 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山东曲阜 发回电报 就地枪决 4月21日 罗伊能从容步入刑场 英勇就义 年仅26岁 就在罗伊能就义当晚 杨灯宁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工作 他在上海外滩著名的一品香饭店 设宴款待兰普逊 久过三逊 杨灯宁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红包 交给了兰普逊 希望他今后能够同力合作 随后 在酒憨恼热之际 杨灯宁终于从铁嘴兰普逊口里 逃出了告密者的情况 原来叛徒正是何嘉信 好之化夫妇 他们留学归来之后 就被党组织安排 以夫妻名义 开了戈登录党的秘密机关 同时何嘉信兼任罗伊能同志的秘书 大革命失败之后 他们妄图通过出卖党的 领导干部 劳取一笔巨额赏金 到外国去循环国略 谨慎的周恩来 派人暗中跟踪何嘉信 何志华 果然 这对叛徒在罗伊能被害第二天 就找到兰普逊领取酬劳 杨灯宁的情报 得到了印证 可以说这次事件 直接引发了国共两党 对情报工作的方向调整 考虑到共产党的机关 普遍设在租界 凡亲言设共产党人的案子 又都要跟租界交涉 陈立夫指示 杨灯宁务必尽快 以租界巡谱房 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 以简化引渡手续 避免因为时间延长 导致机密泄露 与此同时 陈根也希望杨灯宁 搜集租界巡谱房的各种情报 以尽量减少国党要害部门 被敌人破获 并争取营救废谱同志出役 这样一来 杨灯宁肩负着国共两党的 不同使命 对租界巡谱房 加紧了联络工作 所以只要是南部讯找上门帮忙的事 杨灯宁一干 想方设法满足 从今有两个殷租界码头工人 被警备抓走了 杨灯宁就找到 孙护警备司令部司令 前大军疏通放人 南部讯想弄一份 警备司令部的印签式样 杨灯宁又通过内部人士 把所所过处及政绩队的印签式样 全部弄到了手 所以南部讯非常欣赏杨灯宁 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 矛盾非常尖锐 每当南部讯就日本情报机关 内幕及中日关系前景 请教杨灯宁的时候 杨灯宁这位日本通 就向他分析日本政府 及各财产的情报情况 让南部讯也是佩服的五体徒弟 在中央特科暗中之时下 杨灯宁还时不时给兰普逊 送上一些小恩小惠 不久 吃了人家嘴软的兰普逊 主动向上海国民党当局暗示 从今往后 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灯宁以外的人接触 还亲口对他说 如果确有要案急需办理 你不必办理拘捕手续 随时去逮捕就行了 英租界北四川路 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 是陈庚为杨灯宁专门设立的办事处 在这里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 那就是铲除出卖澎派等同志的叛徒 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1929年夏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跑开 军事部部长杨灯 军委秘书白鑫等人 正在一座名宅里召开秘密会议 突然军警和特务们破门而入 直扑他们开会的房间 几个人还没醒过手 就被五花大绑地压上了车车 关进了位于英州界的巡捕房 在审讯室 彭派受尽了折磨 右腿都断了 却依旧不肯屈服 杨灯宁深受感动 他决心要竭尽全力 营救彭派等人 终于在八月二十七日下午 他打听到敌人要在第二天 也就是八月二十八日上午 把彭派等人压解网 位于上海郊区龙华的 松户警备司令部 于是心急活了地 把这一情况告知了陈耿 情况怎么样 彭派同志虽然受尽折磨 还是威武不屈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陈立福已经打过电话 要就地枪决 就地枪决 由宋部警被司令部执行 押解时间是八月二十八日 你的意思是接修车 然而 正当陈耿顾顺章等人 装扮成电影设置组 埋伏在行车必经的 风林路上准备营救同志时 一件意外发生了 由于武器出问题 耽误了时间 错过了营救时机 八月三十日一早 彭派等同志 英勇就义 杨灯营大听到白鑫 借助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 范征波家里 正准备转移 于是他亲自登门 与白鑫盘谈 来 请进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伪作特派的 东洋住户特派员 杨灯营先生 幸会 幸会 你放心 我们会尽力保证你的安全 杨灯营探听到 盘即将于十一月十一日晚十点钟 从樊征波家里 直接动身前去班口 远赴意大利 杨灯营将情报 迅速传递给陈庚 并与特科工作人员 共同制定了除奸计划 十一月十一日晚 霞肺六两侧响起了一阵枪声 第二天的自宁西报 勘载了这样一则消息 法租界巡捕房 目前正在调查一状 空前谋杀案 该案发生一星期一晚 十时许 与霞肺路一弄堂内 地处东方孔雀大雪岩附近 四人当即身亡 三人受伤 据说此案系属政治性 死者中有重要人物 白星 上海的几十种中外文报纸 全都不约而同地 在重要版面 刊登了这则新闻 正在山东前线指挥部队攻打宋政员的蒋介石文讯大惊 立即电令陈立夫与法租界当局交涉 请法租界当局迅速侦破此案 挤拿凶手 美国情报局文信也派了一位名叫罗斯的反谍战专家 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巡谱房 以实力指导对共产党的搜捕 这名专家身边有一个人 经常陪伴他出入在上海的各个巡谱房 紧背司令部等部门 这个人正是杨登 所以在他的贴身随时下 再有本事的美国谍战专家 也难以有什么作为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伤害 杨登迎这个反间谍关系 犹如中央特科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被周恩来誉为龙坛三杰之一的钱壮飞 正是在他的协助下顺利打入敌人内部 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1930年4月 黄埔军校一级学生黄帝红从苏联回国 称共产国际指示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并要求面见周恩来 地点约在先石公司对面的邮局 周恩来决定去见面 正化好了妆准备出门 却收到了杨登迎派人送奈的一封集信 这封信竟然是黄帝红写给蒋介石本人的信 在信里面黄帝红说他在共产党内部混得不得已 想重新追随校长 希望校长给他一机会 并且说他最近要和周恩来见面 有机会协助国民党来抓住周恩来 蒋介石拿到这封信之后非常兴奋 因为周恩来是他的心头之恨 而现在机会就送上门来了 所以蒋介石立即召见陈理夫 要他务必切实办理 陈理夫不敢怠慢 马上选配了一名最可靠的人 要去与黄帝红街头 想来想去选中了杨登迎 杨登迎一看大吃一惊 急忙将信 以及蒋介石陈理夫对这件事情的批示 抄了一份 送给了周恩来 蒋介石企图抓获周恩来的阴谋 宣告流产 在杨登迎布置安排下 中共特科人员查到黄帝红住处 手持杨登迎的名片敲开大门 丝毫没起疑心的黄帝红 跟着两位特科成员上了黄包车 这个阴险的叛徒就这样被毫无声息地干掉了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 是中国共产党白须斗争史上 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 信号已经在杨登迎协助下 打入中统最高层的钱壮飞 首先获悉这一情况 他派人赶到上海 经过一番周折 把情报转给陈庚 陈庚向周恩来做了报告 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 开始了中央各机关的大搬迁 而杨登迎并没有听从陈庚的建议 撤离上海 后来他被关在狱中 始终不承认自己与中共的关系 由于国民党掌握不到确凿的证据 就不得不将他放了出来 这个时候陈文来陈庚等人 已相聚离开上海去了苏区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迎 任命他为南京凡训院副院长 此后杨登迎完全脱离了特工系统 与共产党也脱离了联系 时过境迁 世事沉浮 1949年南京解放 这时的杨登迎 已是一个在南京街头 摆烟滩为生的平民了 据杨登迎的女儿鲍美云回忆 1934年以后 父亲就一直在南京工作 因说话带广东响应 在旁人眼中 他只是一个在南京的广东人 普普通通几十年默默无闻 1951年南京市公安局 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进行登记 由于杨登迎从任 国民党反省院的副院长 所以被逮捕 并很快移送到法院 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 准备处以重计 这个时候杨登迎提出 他从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 要求陈根同志作证 南京法院领导 于是专门给陈根罚韩求证 陈根回信道 据我所知 杨登迎确信 1927年起基于我党发生关系 1931年以前 在工作上从和我联系 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1952年11月 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 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三位局长 信中写道 杨登迎在大革命后 对我党的保卫工作 有很大的贡献 而且救出了许多 我党负责同志 后来去杨登迎的外甥女回忆 那是1956年 一天晚饭后 家门口忽然开了一辆小轿车 车门打开 下来几个穿长大衣的人 抄我们走来 打听我外公 他们进门后 我们听到其中一位手术说 这是中央首长 陈根大将来看望杨登迎 陈根临信前 专门在南京大三园菜馆宴客 并委托南京市公安局 给杨登迎家天职家具 等物 以后陈根每到南京都会探望杨登迎 直到1961年 陈根在上海逝世 还有带福边的资 Bora 来带给杨登iled